是逢佛陀晨道日腊八节 江湘佛光山月光寺妙讯法师 18号在华联县政府大礼堂分享腊八州 各局处长官同仁丽临现场共享盛举 一同共享福会好州 感受来自心灵的温暖 现在许多为港康佛光山月光寺 每年分享愿意祝福的腊八州 与华联县政府的通路门结缘 腊八州所含云的丰富一寒 趋势同仁满怀感恩的心 品尝每一口 让这份温暖以及祝福不断扩散 既然大家我们每一年都分享到 这个月光寺我们师父送来的腊八州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腊八州的由来 所以今天这一次呢 这个民政处特别安排 希望由师父手中 我们由这个在师父手中 接来一个融合分享的一个这个拉巴州 让我们在世的时候可以 以为感恩的心 祝福的心 来感谢 以及祈祷我们的这个台湾 能够一切都这个安定和平 标签法师尝试农历十二月初八 使用拉巴州的意义 他表示 斯坦摩尼佛城市人生的真理就为何 不成到之前因修行苦行多年 而奉献在尼连产河边 幸好有牧羊女呈现 努民时候体力恢复 于是端坐在菩提树下 静坐修炼 农历十二月初八是开悟的正道 而在中国文化里 十二月拉巴便是一年农忙结束之后 这时候人们举行祭祖仪式 国教传入中国之后 结合祭祖礼 以米以及国务祖石供奉 称之为拉巴州 这个中文观察到